HELLO 大家好,我是VV老師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主題是 如何快速的修正錯誤動作 有效的提升你的 灰桿練習 那我們往下面的影片看囉 那很多球友在練球的時候 你們都是用練球來練動作 可能要修正動作你們是用 一直打球的方式來修正動作 但其實上選手們都是先練肌肉 然後再來做灰桿的練習 像很多時候你們在練一個動作 你們可能就是拿著球桿到練習場之後 就是一直練一直練一直練 但其實你用練球的方式來練動作 這樣子的進步會比較慢 甚至你有可能在練球的過程中受傷 因為畢竟有速度有力量嘛 但你可以換個方式 你要不要先把雙手的球桿放掉 那先用空筆的方式來做動作 像假如說你要去練習你的肩膀旋轉 你要練習你的肩膀旋轉 如果說你光是沒有拿球桿的狀態下 你的旋轉就已經不順暢了 你可能就會有這種拉的習慣 那你是不是要在空筆的時候 先把手習慣先伸直 對不對 所以你們可以在空揮桿 就是空做動作的時候來練習你的肌肉 讓肌肉先適應你的新動作 我們再來揮桿練習 其實這樣的效果會是比較提升的 很多人就是在上桿的時候 習慣用手在做上桿 所以你的左手通常是不會 沒辦法伸直的 那其實你可以利用你的胸口去做旋轉 你的胸口你的肩膀去做旋轉 這樣你的左手就會順勢可以撐直 但空筆的狀態下 如果你已經習慣是曲的了 那是不是球桿放掉 先找一邊鏡子看看自己 然後去做整個胸口的旋轉 甚至Vivi老師在教學的時候 會遇到很大的狀況就是 大家都不習慣肩膀旋轉 頭留住 這個動作 所以很多學員 一開始第一堂課第二堂課很可愛 他們就會 老實說肩膀旋轉 然後他們就會 頭想旋轉 忘記轉肩膀 這是很多人的通病 所以放掉球桿 先讓你的肌肉去適應 你的揮桿動作 這樣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練習方式 希望大家有聽懂我的說法 那假如說你在鏡子面前 發現我自己已經修正了 原本的壞習慣 那這時候你拿到球桿 再來揮桿的時候 你的動作一定會是提升的 甚至很好就修正 因為你的肌肉已經適應新的動作了 OK嗎 那你看喔 像最近Vivi老師很想要改一個 上桿的動作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桿的動作 我之前上桿會有點打開 但是我想把我的肩膀收起來 所以我也是大量的去做 原本的 這是我原本的動作 會習慣一點小小打開 那如果我一直空做 讓我的肌肉先習慣在這個角度 那我的下桿就會更順暢 所以我希望大家透過這支影片 知道如何讓自己在修正過程中可以更輕鬆 這是我這個影片想要傳達的用意 放到你手上的球桿 先讓你的肌肉習慣新動作的角度 我們再來練習場 拿球桿練習 好嗎 那我做一次我的新動作給大家看 就是分享一下 那假如說 這個螢幕是我的鏡子 對不對 那我在上桿的時候 很多選擇也會這麼做啊 先空筆 先去習慣一下肌肉的動作 那再來握桿 這時候上桿就會比較輕鬆了 所以空筆桿或是空筆動作 其實可以讓你的動作更好去做提升跟發揮 我做一次我平常練習的方式齁 大家看得清楚嗎 這是我原本的動作 那我希望修正回來一點 那我下桿可以更直接 甚至我有好多影片都跟大家講說 你在練習的時候速度不要太快 因為這樣才可以讓你的動作表現得更好 練習 因為你要去習慣新動作嘛 所以不要用速度來帶動它 用你的想法還有肌肉來習慣 我覺得這個就還不錯 這就有達到我想要的 所以練球就是一顆一顆練 練出你喜歡的樣子 練出教練教你的動作 這樣會是比較好的 那以上的影片呢就是希望透過講解的方式 跟大家講說你要如何突破自己要練習的方式 那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底下可以給我多留言 IG那邊也可以大量追蹤 因為那邊的人數提高的話 我也會知道大家原來是很喜歡看小短片的 那每個禮拜都會分享一到兩次的影片 給大家在IG裡面 那我們下次的影片見囉 掰掰